注意了 注意了 告诉大家一个最新的骗局啊 就是今天发生在我朋友身上的事情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呢 我和一个朋友在饭店里吃饭 突然过来一个漂亮女生 她说想换一点零钱 朋友一看也不认识你 就说你想换多少 她说我就换几块钱 我朋友以为她是需要坐公交车用的 然后呢 她说微信扫给我朋友 我朋友说行 那帮你的忙吧 没想到她微信里扫给我朋友一个三块八 我一看呢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么还出来个小数点 要么三块 要么四块 怎么还三块八 她说她想还花呗 花呗余期了 就差这三块八没有还上 一开始我朋友还没搞明白 正好都里面有五块钱 我朋友想着就给她五块钱算了 结果呢 她说她不要 她说她微信转给我朋友之后呢 让我朋友用支付宝再扫三块八给她 她好用这个钱呢去还花呗 想到这儿我猜懂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朋友说那行 就让她把那个支付宝的二维码给她 她拿了手机准备给她 结果我一看她那个支付宝的二维码 和我们的根本不一样 当时我就立刻警惕了起来 我朋友也看出来了一些端倪 然后呢 我又在桌子底下用脚踢了朋友一下 她也就瞄懂了 就说不好意思啊美女 我刚才想起来那个支付宝里也没钱了 平时呢也不怎么用 她说你连三块钱也没有吗 朋友说真的没有 你要是要的话 这五块钱我可以直接给你 你要是不要那三块八我就给你退回去 然后她说你把那三块八退给我 她就走了 吃完饭我们去结账的时候 我就听到饭店里的服务员跟我们说 不光是这一个女的 还有一个男生也是拿着手机 用同样的方式让别人扫她那个二维码过来换零钱 后来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制服的朋友 说了这件事情 她说现在 全国已经有好几起这样的案件了 如果你扫了那个二维码 你银行里的钱就会被她套走了 我一想真的挺后怕的 所以呢今天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碰到这样的情况 千万不要去帮这个忙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尤其是咱们家的老年人 意识特别差 也没有那么强 所以说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上当受骗 看到视频的朋友 请多多转发给身边的亲人朋友吧